原了凡先生家庭四讯 印光法师序 圣贤之道为成与名 圣狂之分在乎一念 圣枉念则作狂 狂克念则作圣 其操纵得失之相 欲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不可不勉力操持 而稍生纵任也 须知成之一字 乃圣凡同聚 亦如不二之真心 明之一字 乃存阳省茶 从凡至圣之达道 然在凡夫帝 日用之间万境交集 一步觉察 难免种种为理倾想 辟耳而生 此想即生 则真心遂受固毙 而凡所作为 贤师其中正义 若不加一番切实功夫 刻除尽静 则欲屈欲下 莫知底奇 图具作圣之心 永轮下语之队 可不哀哉 然作圣不难 再自明其明德 欲明其明德 需从格物置之下手 躺人欲知物 不能极力格除 则本有真知 绝难彻底显现 欲令真知显现 当于日用云为 长起绝照 不使一切为理倾想 战蒙于心 常使其心 虚明洞彻 如静当台 随静映线 但照前静 不随静转 言吃自笔 与我何干 来不预计 去不留恋 若或为理倾想 稍有蒙动 即当言以公志 搅除令静 如与贼军对敌 不但不使清我封疆 尚需斩将千骑 剿灭于党 其治军之法 必须言以自治 无怠无荒 刻己赋礼 主敬存成 其弃杖 须用严子之四物 增子之三行 瞿博欲之寡过之非 加以战战兢兢 如林深渊 如履薄冰 与之相对 则均危远震 贼党寒心 距离灭种之极路 既瞻安抚之红恩 从姿相帅投降 归顺治化 进阁先心 欲修决德 将不出户 兵不血刃 举寇仇皆为赤子 其叛逆 虚作良民 上行下效 率土清明 不动干戈 坐至太平矣 如上所说 则由格物而治之 由治之而克明明德 成名一致 其凡成圣矣 其或根气漏裂 未能收效 当效照月道日之所为 夜必焚香告地 不敢告者 即不敢为 原了凡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命自我立 福自我求 必造物不能独善其权 受持功过格 凡举心动念 其所言所行 善恶先息皆寂 以其善日增而恶日减 出则善恶参杂 久则为善无恶 故能转无福为有福 转不受为常寿 转无子孙为多子孙 献生幽入圣贤之欲 报尽高登极乐之乡 行为适则言为适法 笔记丈夫我一耳 何可自侵而退驱 或问格物 乃穷尽天下事物之理 置之乃推及无知之事 必使一一小了也 何得以人欲为物 真知为之刻至显现 为格智乎 达曰 成与明德 皆曰自心之本体而言 明虽有二 体本为一也 知与一心 坚曰自心之体用而言 实则及三而一也 格智成正名武者 皆曰 弦邪存诚 反望归真而言 其简点醒察 造诣功夫 名为总纲 格智成正 乃别木耳 修身 正心 诚意 智之 皆所以明明得也 躺自心 本有之真知 为物欲所必 则意不成 而心不正矣 若能格而除之 则是 汇丰扫荡 仗云尽 心悦孤原 朗中天矣 此圣人 世人 从犯至切 从书至亲 之决定 次序也 若穷尽 天下事物之理 必无心知事 昔皆明了 方能诚意者 则为博览群疏 便由天下之人 方能诚意正心 以明其明德 未能博览阅历者 纵有纯厚天资 于诚意正心 皆无其分 况其下焉者灾 有事理乎 然不深穷理之事 与无知无事之人 若闻理性 多皆高推圣境 自处凡于 不肯奋发勉励 遵循从事 若告已过去 现在未来三十因果 或善或恶 各有其报 则必为恶果而断恶因 修善因而寄善果 善恶不出身口亦三 既知因果 自可防护身口 洗心敌律 虽在暗世污漏之中 常如面对地天 不敢烧蒙肥彼之心 以自甘罪利也已 此大爵世尊 谱令一切上中下根 置之诚意 正心修身之大法也 然狂者为其拘束 畏为拙相 与者防己愧坐 畏为渺茫 除此二种人 有谁不信受 故梦东云 善谈心信者 必不弃离于因果 而深信因果者 终必大名服心信 此理事所必然也 须知从凡夫地 乃至原正佛果 吸不出因果之外 有不信因果者 皆自弃其善因善果 而常造恶因 常受恶果 精尘典结 轮转恶道 莫由出离之流也 哀哉 圣贤千言万语 无非欲人反省客念 必无心本具之明德 不致埋没 亲得受用耳 但人由不知因果 每每肆意纵情 纵必生读之 亦止学其词章 不以惜胜惜贤为事 因自当面错过 原了凡先生 殉子四篇 文理俱畅 惑人心目 独知自有欣欣向荣 急欲取法之事 寻熟世良摩也 用家周群争居事 发愿流通 其余为序 因错取圣贤客己 父礼 贤邪存诚之意 以色其则云 原了凡先生 家庭四训 立命之学 于童年丧父 老母命弃取业学医 为可以养生 可以寄人 且惜一意已成名 而父素心也 后于在慈云寺 欲依老者 修然伟貌 飘飘若仙 于敬礼之 欲于曰 子世路中人也 明年即进学 何不读书 于告已故 并扣老者姓氏礼居 曰 吴姓孔 云南人也 得少子黄姬树正传 树该传辱 于尹之归 告母 母曰 善待之 是其术 先兮皆宴 于岁起读书之念 谋之表兄审称 严玉海谷先生 在神有夫家开馆 我送辱 济学甚便 于岁礼玉为师 孔位于起树 现考同生 当十四名 辅考七十一名 提学考第九名 明年复考 三处名术结合 复未补终身修旧 严某年考第几名 某年当补领 某年当贡 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隐 再任三年半 急宜告归 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 当忠于正寝 习无子 于背路而谨记之 自此以后 凡于考教 齐名数先后 揭不出孔宫所悬定者 独算于十厘米九十一弹 五斗当初供 即十米七十余弹 图宗师即批准补供 于窃宜之 后果为树印阳宫所驳 直至丁某年 英秋名宗师 鉴于场中备卷探阅 五册及五篇奏益也 岂可使博侠烟冠之如 老于窗下乎 遂一线身文准供 连前十米计之 十九十一弹五斗也 于因此异信进退有命 持素有识 淡然无求已 供入燕都留今一年 终日静坐不悦文字 即四规游南庸 未入间 新访云谷会禅师 于七峡山中 对坐一世 凡三昼夜不明目 云谷问曰 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 只为妄念相缠耳 汝坐三日 不见起一妄念何也 于曰 无畏孔先生算定 荣入死生 皆有定数 即要妄想 亦无可妄想 云谷笑曰 我代汝是豪杰 原来只是凡夫 问其故 曰 人未能无心 终为阴阳所福 安得无数 但为凡人有数 极善之人 数顾居他不定 极恶之人 数亿居他不定 辱二十年来被他算定 不曾转动一毫 岂非是凡夫 余问曰 然则数可逃乎 曰 命由我做 服自己求 诗书所称 敌为明训 我教典中说 求富贵得富贵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长寿得长寿 福妄语乃世家大界 诸佛菩萨 其狂语欺人 于禁曰 孟子言 求则得之 是求在我者也 道德仁义 可以力求 功名富贵 如何求得 云谷曰 孟子之言不错 辱字错节了 辱不见六祖说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求在我 不独得道德仁义 亦得功名富贵 内外双德 是求有益于德也 若不反攻内省 而图向外持求 则求之有道 而得之有命矣 内外双师 故无益 应问孔公 算辱终身若何 予以实告 云谷曰 辱字揣应得科帝否 应生子否 于追醒良久 曰 不应也 科帝中人 类有福相 于福伯 又不能 积功累恨 以积厚福 兼不耐凡聚 不能容忍 识或以财智盖人 执心执行 轻言妄谈 凡此皆伯福之相也 岂一科帝在 帝之慧者多生物 水之轻者常无余 余浩洁 宜无子者一 何既能遇万物 于善怒 宜无子者二 爱为生生之本 忍为不欲之根 于今习明洁 常不能舍己救人 宜无子者三 多言好气 宜无子者四 习引寿经 宜无子者五 好彻夜长作 而不知保元玉神 宜无子者六 其余过恶尚多 不能悉数 云谷曰 岂为科地灾 世间想千金之禅者 定是千金人物 想百金之禅者 定是百金人物 因饿死者 定是饿死人物 天不过因财而赌 几层加仙毫亦死 即如生子 有百世之德者 定有百世子孙保之 有十世之德者 定有十世子孙保之 有三世二世之德者 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 其斩烟无后者 德之博也 如今济之妃 将向来不发科地 及不生子之相 尽情改刷物要积德 物要包荒 物要和爱 物要习精神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此一礼再生之身也 福血肉之身 尚然有数 一礼之身 其不能隔天 太甲曰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诗云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孔先生算辱 不登科地 不生子者 此天作之孽 有可得而为 如今扩充德性 力行善事 多吉因德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 安德而不受享护 亦为君子谋 屈及避凶 若言天命有偿 吉何可屈 凶何可避 开章第一译 便说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辱信德即否 于信其言 拜而受教 应将往日之罪 佛前尽情发露 为数一通 先求登科 事行善事三千条 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云谷出功过格 事与令所行之事 逐日登记 善则计数 恶则退出 且教持准提咒 以其必宴 欲语曰 福路家有云 不会疏福 被鬼神效 此有秘传 只是不动念也 只笔疏福 先把万元放下 已沉不起 从此念头不动触 下一点 为之混沌开机 由此而一笔灰尘 更无私律 此福变灵 凡其天立命 都要从无私无律处赶割 孟子论立命之学 而曰 咬兽不二 福咬与兽 至二者也 当其不动念时 孰为咬 孰为兽 细分之 封欠不二 然后可立贫富之命 穷通不二 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咬兽不二 然后可立生死之命 人生世间 为死生为重 约咬兽 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 至修身已四之 乃既得齐天之事 约修 则身有过恶 皆当智而去之 约四 则一毫寄予 一毫将盈 皆当斩绝之矣 道此地位 直造先天之境 即此便是实学 辱未能无心 但能持准提咒 无计无数 不令间断 持得纯熟 于持中不持 于不持中持 道德念头不动 则灵焰矣 于初好学海 适日改好了凡 盖悟立命之说 而不欲落凡夫苛就也 从此而后 终日精精 便觉与前不同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 到此自有战精 涕立景象 在暗室乌漏中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 欲人增我回我 自能天然荣寿 到明年 礼部考科举 孔先生算该第三 呼考第一 其言不厌 而秋为众事矣 然行义未纯 简慎多物 或见善而行之不勇 或救人而心肠自宜 或申免为善 而口有过言 或省时操持 而最后放逸 以过折功日常虚度 自己四岁发愿 直至己卯岁 礼十余年 而三千善行使完 时方从礼建安入关 为己回向 更臣难还 时请信空会空诸上人 就东塔禅堂回向 遂祈求子愿 亦许行三千善事 先四生难天起 于行一事随以比计 如母不能书 每行一事 则用鹅毛管 应以珠圈于历日之上 或失时贫人 或买放生命 一日有多致十余圈者 至鬼位八月 三千之树已满 父亲信空辈 就家庭回向 九月十三日 父祈求众进誓愿 许行善事一万条 并须登地 授保底之线 于至空格一侧 明曰持新篇 晨起座堂 家人惜赴门意 至岸上 所行善恶 先息必记 夜则涉捉于亭 孝赵月道 焚香告地 如母见所行不多 折贫促月 我钱在家 相助为善 故三千之树得丸 今许一万 衙中无事可行 何时得缘满乎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 于言善事难丸之故 神曰 只减凉一节 万恨俱丸已 盖保底之田 每母二分三离七毫 于未屈处 简至一分四离六毫 唯有此事 心颇惊疑 是患于禅师 自五台来 于一梦告之 且问此事 疑信否 事曰 善心真切 即一行可当万善 况何现减凉 万民受福乎 无疾捐奉银 请其救五台山 斋僧一万而回向之 孔公算于五十三岁有恶 于未尝其寿 世岁尽无恙 近六十九矣 书曰天南辰命米长 又云唯命不于长 皆非狂语 无于事而知 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 乃圣贤之言 若为祸福唯天所命 则世俗之论矣 辱之命为之若何 其命当荣险 常作落寞想 即时当顺利 常作福逆想 即眼前足时 常作贫聚想 即人相爱尽 常作恐惧想 即家师望重 常作悲下想 即学问颇幽 常作浅漏想 远思扬祖宗之德 尽思盖父母之谦 上思报国之恩 下思造家之福 外思寄人之急 内思贤己之邪 勿要日日之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飞 即一日安于自逝 一日无过可改 即一日无不可进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 夜不加广者 只为英寻二字 耽搁一生 云古禅师 所受立命之说 乃至今至岁 至真至正之理 其熟万而免行之 无字旷也 改过之法 春秋朱大夫 见人言动 义而谈起祸福 弥不厌者 左国诸记可观也 大都吉凶之兆 蒙乎心而动乎四体 其过于后者尝祸福 过于伯者尝尽祸 俗眼多异 未有未定而不可策者 至成和天 福之将至 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 祸之将至 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 今欲祸福而怨祸 未论行善 先须改过 但改过者 第一 要发齿心 思谷之圣贤 与我同为丈夫 彼何以百事可施 我何以一身瓦裂 单染陈情 思行不易 为人不知 傲然无愧 将日 沦于禽兽 而不自知矣 世之可修可耻者 莫大忽此 孟子曰 耻之于人大矣 以其得之则圣贤 失之则禽兽尔 此改过之要即也 第二 要发畏心 天地在上 鬼神难期 无虽过在隐为 而天地鬼神 时见临之 重则将之百秧 轻则损其献福 无何可以不惧 不为此也 先居之地 只事昭然 无虽眼之甚密 问之甚巧 而废甘早路 终难自欺 被人去破 不值一文矣 无得不邻邻 不为是也 一席尚存 弥天之恶 有可悔改 古人有一生作恶 临死悔悟 发一善念 遂得善终者 为一念猛利 足以抵百年之恶也 譬如千年幽谷 一登财照 则千年之暗拒除 故过不论久尽 唯以改为贵 但尘世无常 肉身一允 一席不属 欲改无有矣 明则千百年 担负恶名 随孝子子孙 不能洗涤 忧则千百节 沉沦欲报 随圣贤佛菩萨 不能援引 污德不畏 第三 虚发勇心 人不改过 多是阴寻退缩 无需愤然振作 不用迟疑 不凡等待 小者如芒刺在肉 素语决涕 大者如毒蛇镊指 素语斩除 无丝毫凝滞 此风雷之所以为一也 巨使三心 则有过思改 如春冰玉日 何患不消乎 然人之过 有从世上改者 有从理上改者 有从心上改者 功夫不同 孝艳异役 如前日杀生 今戒不杀 前日怒力 今戒不怒 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 强制于外 其难百倍 且病根终在 东涅牺牲 非究竟阔然之道也 善改过者 未尽其事 先明其理 如过在杀生 及思约 上帝好生 勿皆恋命 杀彼养己 岂能自安 且彼之杀也 既受图歌 附入顶祸 种种痛苦 彻入骨髓 己之阳也 朕高罗列 时过即空 书时菜羹 仅可充复 何必强彼之生 损己之福灾 又思血气之属 皆寒灵之 既有灵之 皆我一体 纵不能功修至德 使之尊我 亲我 岂可日强悟命 使之仇我 恨我 于无穷也 一思及此 将有对时伤心 不能下咽哲矣 如前日好怒 彼斯曰 人有不及 情所宜今 倍里相干 与我何欲 本无可怒者 又思天下无自事之豪杰 亦无尤人之学问 行有不得 皆己之德为修 感慰之也 无惜以自反 则磅毁之来 皆磨炼玉成之地 我将欢然受似 何怒之有 又闻荡而不怒 虽禅焰熏天 如举火焚空 终将自习 闻荡而怒 虽巧心力变 如春蚕作茧 自取缠绵 怒不为无意 且有害也 其余种种过恶 皆当巨礼似之 此礼尽名 过疆自止 何谓从心而改 过有千端 为心所造 无心不动 过安从生 学者于好色 好鸣 好祸 好怒 种种诸过 不必逐类寻求 但当一心为善 正念现前 弦念自然污染不上 如太阳当空 亡两前消 此经一之真传也 过由心造 亦由心改 如斩毒树 直断其根 西壁支支而发 夜夜而折哉 大抵 最上至心 当下清静 才动即觉 觉知即无 苟未能然 须明理已浅之 又未能然 须随事已尽之 以上事而 坚行下功 未为失策 直下而媚上 则卓矣 故发愿改过 明须梁鹏提醒 忧须鬼神正名 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经一期二期 已至一月二月三月 必有笑眼 或觉心神田矿 或觉智慧顿开 或处荣踏而触念皆通 或遇怨愁而回撑作喜 或梦吐黑雾 或梦网圣先贤 提息接引 或梦非不太虚 或梦床帆宝盖 种种圣事 皆过消罪灭之相也 然不得 执此自高 化而不尽 习瞿博玉 当二十岁时 以觉前日之妃 而尽改之矣 至二十一岁 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 即二十二岁 回世二十一岁 游在梦中 岁复一岁 地地改之 行年五十 而游之四十九年之妃 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无被身为凡流 过恶未及 而回思往事 常若不见其有过者 信粗而掩益也 然人之过恶深重者 亦有笑眼 或心神昏色 转头即忘 或无事而常烦恼 或见君子 而懒然消举 或闻正论而不乐 或失惠而人返怨 或夜梦颠倒 甚则妄言失智 皆作孽之相也 苟一类此 急需奋发 舍旧徒心 信物自物 积善之方 已曰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习言士将以女气赎粮和 而立须其祖宗积德之常 逆之其子孙 必有心者 孔子称 顺之大孝曰 宗庙享之 子孙保之 皆智论也 是以往事争之 杨少师荣 借宁人 是以忌妒为生 久与西掌 横流冲毁民居 逆死者顺流而下 他周皆捞取货物 读少师 曾祖及祖 为旧人 而货物亦无所取 乡人 痴其余 待少师父生 加贱欲 有神人化为道者 欲之曰 如祖父有阴功 子孙当贵贤 一藏某地 遂依其所指而贬之 即金白兔焚也 后生少师 若贯登地 位置三公 家曾祖 祖父如其官 子孙贵胜 至今上多贤者 寅人 杨自成 出为献力 存心仁厚 守法公平 时献载严肃 偶踏一球 血流满前 而怒游未席 杨贵而宽解之 再曰 怎奈此人 悦法背离 不由人不怒 自成叩守曰 上师其道 民散久矣 如得其情 哀今勿喜 习且不可 而旷怒呼 再为之济言 家圣品 愧为义无所取 欲求人乏粮 常多方以济之 一日有心求 数人待补 家幼缺米 己求 则家人无食 自顾 则求人堪敏 与其负伤之 负曰 求从何来 曰自行而来 沿路忍饥 菜色可菊 因彻己之米 主舟以四求 后生二子 掌曰守臣 赐曰守指 为南北立部侍郎 长孙为刑部侍郎 次孙为四川连县 又聚为明臣 今楚庭德政 亦以其亦也 习正统间 邓茂七畅乱于福建 市民从贼者慎重 朝廷起银县 张都县凯南征 以祭秦贼 后卫部政司谢都市 搜杀东路贼党 谢求贼中党负侧 凡不负贼者 秘寿以白布小旗 约兵至日 插其门守 借军兵无妄杀 全活万人 后谢之子 谦众状元 为载府 孙披 负众叹花 莆田林氏 先是有老母好善 常作粉团诗人 求取给予之 无眷色 一先化为道人 每旦所食六七团 母日日与之 终三年如一日 乃之其成也 应未之曰 无时辱三年粉团 何以报辱 府后有一地葬之 子孙观觉 有一生马子之术 其子一所点葬之 出世即有九人登地 累带赞英甚盛 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谣 冯卓安太史之父 为一祥生 龙东早起复学 陆遇一人 倒卧血中 门之半江矣 遂解己 棉求一之 且福归旧苏 孟神告之曰 辱旧人一命 出至诚心 无浅寒旗为如子 其生卓安 遂名旗 台州英尚书 壮年席业于山中 夜鬼孝极 往往惊人 功不拒也 一系闻鬼云 某父以夫 酒客不归 温姑逼其嫁人 名业当亦死于此 无得待矣 功前麦田 得银四两 即未作其夫之书 寄银还家 其父母见书 以守积不类一知 继儿曰 书可假 淫不可假 享而无恙 父岁不嫁 其子后归 夫妇相保如初 功佑闻鬼语曰 我当得待 乃此秀才坏无事 旁一鬼曰 而何不获之 曰上帝以此人心好 命作因得上书以 无何得而获之 因公因此意志努力 善日加修 得日加厚 欲遂机 则捐骨以赠之 欲亲戚有疾 则委屈为持 欲有横逆 则反攻自责 宜然顺受 子孙登科地者 今雷雷也 常熟徐凤竹氏 其父素父 偶遇年荒 先捐租 以为同意之唱 又分骨以赠贫乏 夜闻鬼畅于门约 千步匡万步匡 徐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 相续而乎 连夜不断 誓岁奉竹果举于香 其父婴儿亦积德 滋滋不殆 修桥修路 摘僧皆重 凡有利益 无不尽心 后又闻鬼畅于门约 千步匡万步匡 徐家举人 直坐到都堂 奉竹关中两者巡抚 嘉兴图康熙宫 初为刑部主事 宿玉中 细寻诸求情状 得无辜者若干人 宫不自以为宫 秘术其事 以白堂官 后朝审 堂官哲其语 以训诸求 无不服者 誓冤一时余人 一时碾下贤送上书之名 公父秉约 年古之下上多冤民 四海之广 照民之众 岂无亡者 以五年差异简行官 何时而平反之 上书未奏允其义 时公义差简行之列 孟义神告之曰 辱命无子 今简行之义 身和天心 上帝四辱三子 皆义子妖精 世系夫人有身 后生应宣 应宽 应俊 皆显官 家心包平 自信之 其父为池阳太守 生妻子 平最少 坠平胡原事 与无父往来甚后 博学高材 累举不地 留心二世之学 一日东有卯胡 偶置一村寺中 见观音像 淋漓陆立 即解陀中 得十金 受主僧 令修乌语 僧告以 功大银少 不能俊世 复取松部四匹 简切中医 七见语之 内筑碟 细心志 其仆 请以之 平曰 但得圣相无恙 无遂裸成和商 僧垂类曰 舍银及一部 由非难事 只此一点心 如何亦得 后功丸 拉老父同游 宿四中 功梦前兰 来谢曰 如子当想 事录矣 后子便 孙称芳 接登地 作显官 家善之力之父 为行房利 有求无辜 献重辟 亦哀之 欲求其生 求欲其契约 知功家义 愧无以报 明日言之下乡 如以身世之 彼或肯用意 则我可生也 其妻弃而听命 其至 妻自出劝酒 去告以夫意 知不听 足未尽力平反之 求出欲 夫妻登门寇谢约 供如此厚德 晚事所惜 今无子 无有弱女 送为姬肘妾 此则礼之可通辙 只为备礼而纳之 生力 若贯重魁 观至汉林孔木 历生高 高生路 皆共为学博 路生大轮登地 凡此十条 所行不同 同归于善而已 若负今而言之 则善有真有假 有端有曲 有阴有阳 有是有非 有偏有正 有伴有满 有大有小 有难有义 皆当甚便 为善而不穷礼 则自未行持 岂之造孽 枉费苦心 无一也 何谓真假 喜有如生数倍 夜中风和尚 问曰 佛事论善恶报应 如影随行 今某人善 而子孙不兴 某人恶 而家门龙胜 佛说无机 中风云 凡情未敌 正眼未开 认善为恶 至恶为善 往往有之 不悍 几知是非颠倒 而返怨天之报应 有插乎 众曰 善恶何之相反 中风令誓言其壮 一人 为利人 欧人是恶 近人理人 是善 中风云 未必然也 一人为贪财 忘取是恶 连结有守是善 中风云未必然也 众人立言其壮 中风皆为不然 因请问 中风告之曰 有意于人是善 有意于己是恶 有意于人 则欧人 立人皆善也 有意于己 则敬人 理人皆恶也 事故 人之行善 立人者公 公则为真 立己者私 私则为假 有根心者真 袭击者假 有无为而为者真 有为而为者假 皆当自考 何谓端曲 今人见谨怨之事 类称为善而取之 圣人则宁取狂倦 至于谨怨之事 虽异相皆好 而必以为德之贼 是世人之善恶 分明与圣人相反 推此一端 种种取舍 无有不谬 天地鬼神之福善或淫 皆与圣人同是非 而不与世俗同取舍 凡欲击善 绝不可寻耳目 唯从心缘隐为处 默默洗涤 纯是济世之心 则为端 苟有一毫 媚世之心 即为区 纯是爱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毫 愤世之心 即为区 纯是敬人之心 则为端 有一毫 万世之心 即为区 皆当戏变 何谓阴阳 凡为善而人之之 则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之 则为阴德 阴德天报之 阳善享世明 明亦福也 明者造物所济 是知享圣明 而实不负者 多有其祸 人之无过救 而横批恶明者 子孙往往奏发 阴阳之际 为已灾 何谓是非 鲁国之法 鲁人有熟人 臣妾于诸侯 皆受金于府 子供熟人 而不受金 孔子文儿勿之 约似师之以 辅圣人举世 可以一封一俗 而教道可施于百姓 非独事己之行也 金鲁国 富者寡 而贫者重 受金则为不连 何以相熟乎 自今以后 不负熟人于诸侯以 子路整人于逆 其人谢之以牛 子路受之 孔子喜约 自金鲁国 多整人于逆以 自俗眼观之 子供不受金为忧 子路之受牛为猎 孔子则取游 而处四焉 乃知人之为善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现行虽善 而其留足以害人 则似善 而识非也 现行虽不善 而其留足以寄人 则非善 而识是也 然此就一节论之耳 他如非义之义 非礼之礼 非信之信 非辞之辞 皆当抉择 何谓偏证 其吕文义工 出辞相位 归故里 海内养之 如泰山北斗 有一乡人 罪而立之 吕公不动 为其仆曰 罪者物与教也 闭门谢之 余年其人犯死刑入狱 吕公使毁之约 使当时稍予计较 送公家择制 可以小成而大戒 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 不畏养成其恶 以至于此 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如某家大富 执岁荒 穷民白昼 抢宿于世 告知县 县不理 穷民欲似 遂私职而困入之 众使定 不然积乱矣 故善者为正 恶者为偏 人皆知之 其以善心而行恶事者 正中偏也 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偏中正也 不可不知也 何谓伴满 一曰 善不羁不足以成名 恶不羁不足以灭身 书曰 伤罪惯淫 如主物于器 情而积之则满 谢而不羁则不满 此一说也 习有某侍女入寺 欲失而无才 只有钱二文 捐而予之 主席者轻未忏悔 即后入宫富贵 惜数千金 入似舍之 主僧唯令其徒 回向而已 应问曰 无前失前二文 失轻未忏悔 今失数千金 而失不回向 何也 曰 前者物虽薄 而失心甚真 非老僧亲颤 不足报德 今物虽厚 而失心不若前日之妾 令人代颤足矣 此千金为伴 而二文为满也 忠离受担于吕祖 点铁为今 可以祭世 吕问曰 终便否 约五百年后 当赴本职 吕曰 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已 无不愿为也 曰 修仙要积三千公恨 如此一言 三千公恨一满以 此又一说也 又为善而心不着善 则随所成就 皆得圆满 心酌于善 虽终身勤力 止于半善而已 譬如以财寂人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终不见所失之物 是为三伦体空 是为一心清静 则陡肃可以重无涯之福 一闻可以消千劫之罪 唐此心未旺 虽黄金万亿 伏不满也 此又一说也 何谓大小 习魏仲达为管职 被设至名思 主者命力成善恶二路 必至 则恶路迎庭 其善路一轴 仅如注而已 所称称之 则迎庭者反轻 而如注者反重 仲达约 某年未四时 安得过恶如是多乎 曰一念不正即是 不待犯也 应问 轴中所书何事 曰朝廷长兴大功 修三山石桥 君上述见之 此述稿也 仲达曰 某虽言 朝廷不从 于事无补 而能有如事之力 曰 朝廷虽不从 君之一念 已在万民 向使听从 善力更大矣 故智在天下国家 则善虽少而大 苟在一身 虽多亦小 何谓难易 先如为客己 需从南客处 客将去 夫子论为人 一约先南 必如江西疏翁 舍二年仅得之数修 代偿观银 而全人夫妇 与邯郸张翁 舍十年所及之前 代完赎银 而活人妻子 皆所谓 难舍处能舍也 如阵将禁翁 虽年老无子 不忍以幼女为妾 而还之邻 此难忍处能人也 故天将之福意后 凡有才有适者 其利得皆益 义而不为 事为自报 贫贱作福皆难 难而能为 思可贵而 随缘既重 其类至凡 约言其刚 大约有时 第一 与人为善 第二 爱尽存心 第三 成人之美 第四 劝人为善 第五 救人为吉 第六 心见大力 第七 舍财作福 第八 护持正法 第九 敬重尊长 第十 爱惜悟命 何谓与人为善 习顺在雷泽 见愚者 皆取深谈厚则 而老若 则愚于 急流浅滩之中 策然哀之 往而愚焉 见争者 皆逆其过而不谈 见有让者 则愚扬而取法之 今年 皆以深谈厚则 相让矣 福以顺之明哲 岂不能出一言 叫众人哉 乃不以言教 而以身转之 此良功苦心也 无备处莫世 勿以己之常 而盖人 勿以己之善 而行人 勿以己之多能 而困人 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见人过失 且寒荣 而掩赴之 一则令其可改 一则令其 有所顾忌 而不敢纵 见人 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幡然舍己而从之 且未厌称而广述之 凡日用间 发一言 行一事 全部为自己起念 全是为物立责 此大人天下 为公之度也 何谓爱尽存心 君子与小人 就行机关 常意相混 为一点存心处 则善恶玄绝 盼然如黑白之相反 故曰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 以其存心也 君子所存之心 只是爱人敬人之心 盖人有亲疏贵贱 有志于贤不孝 万品不齐 皆无同胞 皆无一体 除非当敬爱者 爱敬众人 即是爱敬圣贤 能通众人之志 即是通圣贤之志 何者 圣贤之志 本欲私事私人 各得其所 无何爱何尽 而安一世之人 即是为圣贤 而安之也 何谓成人之美 欲之在实 抵之则瓦利 堆卓则规章 故凡贤人行一善事 或其人智可取 而滋可尽 皆须右翼而成就之 或为之讲戒 或为之维持 或为白其五 而分其棒 勿使之成立而后矣 大抵人各勿其非类 相人之善者少 不善者多 善人在俗 亦难自立 且豪杰征征 不慎修行机 多亦指责 故善事常义败 而善人常得棒 为人人长者 匡职而服役之 其功德最宏 何谓劝人为善 身为人类 孰无良心 世路异议 罪易莫逆 凡与人相处 当方便提息 开其迷惑 辟有长夜大梦 而令之一绝 辟有九线烦恼 而拔之清凉 为会罪谱 韩玉云 一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书 较之与人为善 虽有行机 然对症发药 时有其效 不可废也 诗言诗人 当反无志 何谓救人为疾 患难颠沛 人所时有 偶一欲知 当如通关之在身 素未解救 或以一言申其趋义 或以多方 既其颠连 崔子曰 惠不再大 富人之即可也 盖人人之炎灾 何谓新建大利 小儿一乡之内 大儿一役之中 凡有利益 罪宜新建 或开取岛水 或主体房患 或修桥梁 以便行旅 或施茶饭 以计即可 随缘劝导 协力新修 勿必贤疑 勿辞劳怨 何谓舍财作福 世门万恨 以不施为先 所谓不施者 只是舍之一字耳 达者内舍六根 外舍六尘 一切所有 无不舍者 苟非能然 先从财上不施 世人以衣食为命 故财为最重 无从而舍之 那以破无之谦 外以济人之急 使而勉强 忠则泰然 最可以当敌私情 驱除执令 何谓护持正法 法者 万事生灵之眼目也 不有正法 何以参赞天地 何以财成万物 何以脱臣离福 何以经事出世 故凡见圣贤妙貌 经书典籍 皆当敬重而羞斥之 至于举阳正法 上报佛恩 由当勉力 何谓敬重尊长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与凡年高 德高 位高 士高者 皆当家以奉侍 在家而奉侍父母 使深爱宛容 柔生下气 习以诚信 便是何弃隔天之本 初而弑君 行一事 无畏君不知 而自自也 行一人 无畏君不知 而作威也 弑君如天 古人格论 此等处 罪官应得 是看忠孝之家 子孙未有不绵远而昌圣者 妾须慎之 何谓爱惜悟命 凡人之所以为仁者 为此 恻隐之心而已 求仁者求此 积德者积此 周里 孟春之月 牺牲无用聘 孟子 为君子 愿刨除 所以 全无恻隐之心也 故前辈有四不时之戒 为闻杀不时 剑杀不时 自养者不时 专为我杀者不时 学者未能断肉 且当从此戒之 剑剑增进 慈心欲掌 不特杀生当戒 蠢动寒灵 皆为悟命 求私主简 除地杀虫 念衣食之由来 皆杀笔一字活 故抱舔之孽 当于杀生等 至于手所误伤 足所误见者 不知其己 皆当委屈防之 古时云 爱蜀常留饭 莲额不点灯 何其人也 善行无穷 不能单数 由此时事 而推广之 则万得可备矣 谦德之孝 一曰 天到亏盈而亦迁 地到便盈而流迁 鬼神亥盈而浮迁 人到雾盈而浩迁 事故千之一挂 六摇皆急 书曰 满昭笋 千受益 于吕同诸公应事 每见寒室将达 必有一段千光可举 心未济皆 我家善同袍 凡时人 为丁静与宾 年最少 极其谦虚 于告费锦颇曰 此凶今年弊地 废曰 何以见之 于曰 为谦受福 凶看识人中 有寻寻款款 不敢仙人 如敬于者乎 有恭敬顺成 小心谦畏 如敬于者乎 有寿武不达 闻磅不变 如敬于者乎 人能如此 及天地鬼神 游将幼之 其有不发者 及开榜 丁果重事 丁丑在今 与逢开之同处 见其虚己恋荣 大变其幼年之席 李济言 质量亦有 时面攻其非 但见其平怀顺受 贵常有一言相报 于告之曰 福有福始 或有或先 此心果谦 天必相之 凶今年绝地已 已而果然 赵玉风光远 山东贯县人 童年举于乡 久不地 其父为家善三隐 随之刃 墓前明无 而直闻见之 明无 西抹其闻 照不为不怒 且心浮而肃改焉 明年岁登地 人沉岁 鱼入尽 勿下见索 见其人 弃须意下 千光逼人 归而告有人曰 凡天将发四人也 为发其福 先发其会 此会一发 则福者自食 似者自恋 见所温良若此 天起之矣 其开榜 果重事 将因张卫言 积学功文 有生一林 甲午 南京相试 寓一四中 揭晓无名 大骂士官 以为咪目 时有一道者 在旁微笑 张俱一怒道者 道者曰 相公文必不佳 张义怒曰 辱不见我文 乌之不佳 道者曰 文作文 贵心系和平 今听功骂利 不平甚矣 文安德功 张不觉屈服 因旧而请教焉 道者曰 重权要命 命不该重 文虽功无意也 许自己做个转变 张约 既是命如何转变 道者曰 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 立行善事 广及因德 何福不可求灾 张约 我贫事何能为 道者曰 善事因功 皆由心造 常存此心 功德无量 且如谦虚一劫 并不费钱 你如何不自反 而骂事关乎 张由此 折劫自持 善日加修 得日加厚 丁有 孟志一高房 得事录一策 中多缺行 问旁人 曰 此荆科事录 问何多缺名 曰 科地因间三年一考教 须既得无旧者 方有名 如前所缺 皆系旧该重事 因心有薄信 而去之者也 后旨一行云 辱三年来 持身颇慎 或当补死 信自爱 事科果重一百五名 由此观之 举头三尺 绝有神明 屈及避凶 断然有我 须使我存心置行 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 而虚心屈己 使天地鬼神 时时怜我 方有受福之机 比弃赢者 必非远弃 纵发亦无受用 少有事件之事 必不忍自辖其量 而自聚其福也 旷千则受教有地 而取善无穷 由修业者 所必不可少者也 古语云 有志于功名者 必得功名 有志于富贵者 必得富贵 人之有志 如树之有根 立定此志 须念念谦虚 沉沉方便 自然感动天地 而造福有我 尽知求登科地者 处未尝有真志 不过亦时亦信尔 信道则求 信蓝则止 孟子曰 王之好月甚 其其数几乎 于于科名亦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